面臨少子化的壓力 加上科技日新月異 強打AI智能已經成為主流 台中東海大學早早引進 相關的專業技術 建築系師生在校內打造 智能種子屋 融獲2022年日本優良設計獎 未來也透過這種AI的方式 來管控這些能源的進出 但是我們下一步 種子屋下一步 就是開始在綠能方面去做 建築系表示以創造 韌性未來生活空間為主題 提出綠色生活 遠距共生 讓更多人認識低碳 自主性建築 教授們則認為種子屋 是把建築當作流動 高適應性的有機體 結合軟硬體設施 達成自己自足的方式 對於AI課程工學院強調 這是展現東海大學的競爭力 學生們畢業後 不少大企業都愛用 怎麼樣可以藉光點計畫 改變學習的方式 就是我們希望由學生 以什麼 以AI或是以數位為基礎 結合他的專業 對於AI教育理事長則認為 東海已經是開花結果 未來會以永續為核心 結合雲端課程 讓學生們與時俱進 同時挑戰更高榮譽